Red Bull世界紙飛機大賽 二十八號在石間大學 進行台灣區總決賽 上半位好手分頭參加 飛遠 飛酒 以及花式飛行三項賽事 其中花式紙飛機比賽 不只比射飛機技術 更要看參賽者如何利用 一分鐘的show time時間 將紙飛機元素融入 舞蹈 戲劇或雜技等項目 呈現出完整精彩的表演 當中雙雙晶級總決賽的 蘇柏陽 蘇柏俊兄弟黨 不約而同使出迴旋紙飛機絕招 兄弟氣強讓比賽更添淹銷味 而兩人表現不分宣誌 同樣獲得總分二十七分的高分 暫時並列第一 但是剛剛說過 單靠射飛機技術是不夠的 隨後登場的九號參賽者李掌櫃 先是憑控變出紙飛機 接著又讓飛機漂浮在空中 整場魔術表演高潮跌起 博得場邊觀眾一致叫好 最後以一分之差 打敗兄弟黨榮登冠軍 我準備了很久 然後因為我不是魔術師 所以變這個對我來講 有很大的壓力 然後剛剛完成了 其實我蠻開心的這樣 其實我國小 有做過紙飛機的科展研究 然後那是我國小一段 蠻重要的回憶 所以我當初一直到有 紙飛機這個比賽的時候 我想說 我應該比飛遠或飛久 應該可以有不錯的成績 結果我預算飛遠飛久都失敗了 這竟然是花式這樣子 想要飛機飛得又高又遠 除了控制機翼角度來降低空氣阻力 選手的力道和身體協調性也很重要 這項賽事結合專業與趣味 讓紙飛機不但只是童年的美好回憶 更成為一門精彩絕倫的運動競賽 未來體育新聞張建宏李懿涵採訪報導 於是三更車台上 出眾之道 除了 幾乎 五更Cu